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另一个原因是发生在美国的本土 当时美国除了民权运动 除了反越战运动之外 还有大大工潮 相当多的美国工会要求涨工资 可是又在那个时刻 也发生了美国严重的经济衰退 主要的就是石油危机 那就是1971年 所以那个一连串所发生的几件事情 全部结合在一起 让美国如RCA这些大工厂 决定迁移到日本去 当几个大工厂迁移到日本去 刚开始出走 好像是少数的现象 后来变成一个集体的现象 之后到了日本以后 台湾变成卫星工厂 之后又有了亚洲四小楼 之后变成一个整个供应链里头 最后有一部分又搬到了东南亚 搬到了中国大陆去 而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崛起 现在有一部分是越南又取代了一些部分 整个所有的工厂 外移到亚洲 是完全1971年前后 所形成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一些重大的 你以为的所谓的新闻 它就是一个历史转捩点 而我们现在就在另外一个历史转捩点 这个历史转捩点是什么 是欧洲 特别是德国工厂的出走潮 这波出走潮呢 就是电价太高 电价高到这个程度 甚至可能不稳定 很多工厂就会考虑 我必须到其他国家去 而他们的第一选择都是美国 主要的原因都是因为当地 给予很好的税收的鼓励 或者他们是业业油漆的生产粥 所以他们的电费很便宜 所以有好几个德国的大工厂 开始往美国迁移 这个一迁移呢 就叫一去不复返 就跟我们刚才所说的美国的供应链 开始从1970年 移到亚洲 移到日本 移到四小龙 最后就移到了中国越南 就会一去不复返 对德国来讲 它将是一个永久性的改变 始于俄罗斯的北溪一号 二号天然气管线 9月26号发生泄漏事故 德国丹曼和瑞典军表示 不排除人为破坏的可能性 究竟谁的嫌疑最大 若从经济利益来看 破坏欧洲能源大动脉 谁更能获利 目前事态发展 犹如一部间谍惊悚片 欧洲已经启动调查 但相较于找出幕后黑手 如何克服断气 对欧洲来说更为迫切 国际能源书表示 由于俄罗斯大规模 减少输气量 今年冬季 欧洲的天然气供给 将面临前所未有的风险 欧洲能源危机 已经冲击到经济的方方面面 德国更有被动 去工业化的风险 德国工业联合会 2月中至9月初 对593家企业调查显示 近25%的企业 考虑或正在转移部分业务 华尔街日报因此直白指出 高昂的天然气价格 推动了欧洲制造商 转向美国 德国商报也指出 美国以廉价能源和低税收 吸引德国公司 就像甜甜圈吸引苍蝇一样 而拜登在降低通膨法案中 大部分资金用于应对气候变化 跟清洁能源领域 也引发了德国公司的 绿色淘金热 今年3月初 专门从事云计算 比特币挖掘和第三方托管服务的 德国达塔公司 也选择奥克拉荷马州扩张版图 德国商报报导称 仅在奥克拉荷马州 就有60多家德器 前往投资扩展业务 较为人所知的 包括汉莎航空 西门子 超商阿尔迪和医疗器械 费森尤斯 这4家公司 最近累计扩大投资 近3亿美元 此外 德国福斯汽车 也积极扩大载美投资 今年6月 位于田纳西州的工厂 启动了一个电池实验室 预计到2027年 福斯集团在北美总投资额 将达71亿美元 德国制药巨头拜尔 也向博士顿一间新生计中心 投资了1亿美元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 2022至2026年计划 将其全球 260亿欧元的投资额的 约15% 用于北美投资 我们说德国的工业的基础 是中小企业 他们转移也快 不像这个大企业 所以大量的这个转移 给美国经济的提升 带来了巨大的好处 所以这个有一个女议员 在议会当中演讲说 这个你们哈贝克 你的经济部长副总理 你的战略是为了让美国再次为大 I think just to understand how significant deindustrialization would be for Europe it's worth to just look at how big a role it plays in European economies and a good way to do that is by looking at what percentage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comes from industry currently earantly ィ Europes industrial powerhouse Germany it makes up over a fifth that's above the average for the EU 16.5% and over in the US industry makes up a smaller share of GDP than it does in Europe meanward in the UK which has shed 在歐洲最大經濟體的德國 經濟可能因為工業競爭力迅速下降而永久改變 如果能源價格長期保持高位 一些行業將永遠離開德國 我認為如果工業會失敗 那你數字顯示 那會為美國的經濟經濟 在法國的經濟經濟經濟 在英國的經濟經濟經濟 會看到了1.7%的距離 1.7% 一些國的經濟經濟經濟 會有更多的數字 在法國的經濟經濟經濟 在英國的經濟經濟經濟 會降到2.3% 高昂的能源成本讓能源密集型企業受創最深 歐洲有色金屬協會表示 歐洲一半的新焊鋁生產已經處於停滯狀態 歐洲金屬野鏈廠面臨了生存威脅 華爾街日報指出 很少有歐洲企業沒被捲入這場能源危機 問題是當前的痛苦到底是臨時的 還是一個去工業化時代開始的標誌 唯一確定的是 歐洲未來在與擁有豐富資源的美國競爭時 將無法再依靠原價的俄羅斯能源 業內人士認為 如果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 歐洲工業結構可能永久性改變 接著,美國 LET先進入歐洲工業 越來越им speeds ale越來越坦位 co 1,2,2,2, Lev. 越來越來越南 越南特朗盈 凡水流 Eben if it were to increase supplies to the continent, in fact, America already is making up for the loss of Russian gas. Reports say roughly 70% of American gas exports are going to Europe. Since March, U.S. firms have imported over 30 billion cubic meters to Europe. What does this tell you?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is proving to be a blessing for American businesses it's never ever a good bet to bet against the American people America is coming back